快跟热门植物推荐雨夜涅蓝 费尔格著作的《墨西哥索洛拉的树》 记载了很多关于涅蓝家族成员的信息 其中有很多涅蓝成员被用作药物 以及当地人是如何使用它的相关信息 都被收录在内 似乎从古到今 这些会散发着不同香味的 多姜植物一直拥有无穷的吸引力一样 吸引着怀着各种目的的人来靠近它们 这片大地上最顶名的文明 那莫过于玛雅和阿兹特克 它们都在涅蓝身上获得树脂 来制作一种叫做Corpel的香料 可以确定的是 这种香料是与神沟通的仪式中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具体的香料细分种类 是我们对这些文明了解缺失的一部分 可以肯定的是 当地的古老文明 认识每一种生长在那里的涅蓝 这些涅蓝的香味也各不相同 我们只知道有很多用来做香料 而并不知道更多的细节 赛尼人有时会用来咀嚼它们来解渴 用它的软木造船 树叶用来铸造这个蜜蜂的船只和淘气的涅缝 所以它的这种特性被称为涅蓝 而亚基人则用木头雕刻帕斯科拉的面具 因为这些多疆植物是无法出产优质木材的 所以只能做成百件面具 国内把这种涅蓝称为雨叶涅蓝 而当地更多更愿意称之为小叶橡树 但是其实这两种名字 都可能包含的不仅一个单种 因为在产地重叠 分布着很多非常接近的涅蓝家族的成员 并且还有很多相似的趋同进化 比如麻风树和橡木七树 要清楚的了解 这里说的橡木七树而不是橡族七树 橡木七树是七树科生长在墨西哥西北部 也是这片丛林中的常见快根 值得一说的是 该地区也生长着另一种热门的植物 雨叶涅蓝 这两种植物除了在同一栖地一起生长之外 在没有叶子时 它们看起来几乎相同 1911年弗雷雷克弗龙科威尔 在这个地区给这种七树物种起了这个名字 橡木七树 它生长在水少阳光充足的熔岩碎石或山坡上 其直径可达60到80厘米 树高可达6到9米 橡木七树通常是5至9月开花 花成奶油或者粉红色 盛开时极为壮观 这种植物的发现 相对于其他几种七树 枝冠七树 猎家七树 橡族七树来说 橡木七树可能并不耐高温 在炎热的夏天超过30度时 橡木七树就会掉液 然后生长缓慢 甚至会停滞生长 在15到28度时 橡木七树的这个生长较为迅速 于是它被划分到了东形种 橡木七树和这个羽叶烈蓝是一样的 它主要的特征就是 大而肿胀的树干和根部 其学名Pishy的意思就为厚肥粗 另一个磁组则亦为树桩 指的是粗壮的为干趋于径 值得一提的是 通常只有通过种子播种的食生植物 才能拥有比较强大的快根 而千叉并不会 橡木七树对比与叶烈蓝 它们的另一个区别就是 老树皮会逐渐变灰 呈成薄纸状 直至剥落露出裸露的树皮 此时树干会变成蓝绿色 且树干会进行一定的光和作用 其中具体的词来自古英语中的 这个改变颜色褪色或染色 指的就是其苍白的树皮 之后我们返回到羽叶烈蓝的描述中 可以看到这种羽叶烈蓝和 橡木七树的栖息地几乎是一样的 都是在亚利桑那州的南部 以及极端的这个南加州 它的分布与索罗兰沙漠的范围是一样的 羽叶烈蓝的独特之处就在于 它是北美橄榄科最北端的成员 也是该蜀中最为特殊的演化品种 它可以在极为干旱的沙漠中生长 演化出独特的水根 可以说它是涅蓝家族中 地下块根最夸张的成员 羽叶涅蓝也可以称为桥木形式的 但是产地大多数都是以灌木存在的 与其它植物组成灌木丛 这在索罗兰沙漠中是很常见的 这与环境是密切相干的 因为这种极端的干旱的环境中 很多植物都有一个共性 就是休眠之后先开花 再长叶 然后盖竹果 然后种子依附鸟类传播 那羽叶涅蓝也不例外 羽叶涅蓝绝大部分个体 都是以雌雄易珠的形式存在 当然也会有例外 它们分泌出树脂的气味 对人类而言是心旷神怡的香味 而尝起来却非常的糟糕 这主意让当地的食草动物 对它们十分的厌恶 毫无疑问 这是一种有效的防御手段 在产地 你可以看到羽叶涅蓝的叶片 几乎是完整的 没有什么东西是喜欢吃它们的 那么多是什么原因 让这种出产香料为主的木材 得到了原液爱好者的喜欢呢 我们可以观察到 一般而言 更小的叶片 对于盆栽素材来说 是重要的加分项 而羽叶涅蓝很不幸 就有了该家族叶片最小的成员称号 尼索当然受到了盆栽爱好者的喜欢 几乎不需要怎么修饰 其盆栽的茎 细小的叶片 国老的主干 也使它赢得了关注 这是它比 它的好兄弟 橡木七树受欢迎的一个原因了 但是很遗憾的是 雨夜涅蓝 生长十分缓慢 需要长时间的组培 培育 栽培才能得到理想的状态 因为它是典型的下涨型的植物 所及的这个温度和阳光 是维系其生长速度的关键 随着温度的降低 它们会进行落叶休眠 这一点和之前讲的橡木七树 是相反的 这也是区分它们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完全断水干燥的环境下 橡木这个雨夜涅蓝 可以忍耐零下四度的低温 甚至更低 随着温度逐渐苏醒 再逐步的恢复浇水 雨夜涅蓝的生长速度 对水的消耗是很大的 因此要多浇水 可能一到两天 或者甚至要一天一浇 如果水分不能得到补给 那么雨夜涅蓝 可能会出现落叶休眠的状况 在非常适合手残党的 和手建党的这样一个需求 在温度比较高的环境中 雨夜涅蓝是非常适合路养的 不光可以增加植物的抗性 同样来自阳光和较低的空气湿度 带来的压力 或地下根茎庞大 因为它毕竟是可以长到 四五米那么高的大型的灌木 所以一定要找一个 比较深的盆栽培 关于雨夜涅蓝的繁殖 最高效的方法是根茬 选择适当粗的肉质根阶段 在夏季只要一个月 就能获得新的植株 而雨夜涅蓝的播种 也是比较容易的 无论什么时候 收集的种子 混地似乎都很好 成分率也都比较高 如果选择插千的时候 在温度适合的夏季 进行千叉会比较好一些 这条会在八周转换成一颗新的植物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 最近有小伙伴问我 有没有雨夜涅蓝 他把一种植物和雨夜涅蓝搞混了 这种植物名字叫雨夜墨药 他认为雨夜涅蓝是墨药鼠的 而我告诉他 其实雨夜涅蓝是涅蓝科的 不是墨药的 而墨药是 雨夜墨药也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物种 它是来自马达加斯加岛的下行种 这个算是我比较喜欢的墨药鼠的品种了 它还有一个大家更加熟悉的名字 叫做陶天橄榄 它集合了许多陶喜的元素 雨状小叶子 并且叶面带毛 枝叶香气隆涅 枝条像像毒栖树一样成Z字形 中小型的品种 适合盆栽种植非常的美丽 一旦发根长叶 这品种基本上就整年可以露养 他非常的喜欢全日照 在冬季会小修那么两三个月 休眠期到了雨宁不到的地方就好 非常好中 指数在五颗星 是原夜爱好者比较 就是喜欢的必入植物之一吧 但是雨夜墨药这个名字 大家却听的比较少 他们都叫它陶天橄榄 好了 那今天咱们这个 当然除了这个雨夜墨药 雨夜涅蓝 还有一种叫长叶雨夜涅蓝 这样的一个植物 长叶雨夜涅蓝 总而更是雨夜涅蓝中的一个变种 它的特征就是叶片更加的细长 像柳叶一样 叶子很长的这样的一个涅蓝 像国内卖成猪的非常少 基本上是以种子为主 然后是目前这样的一个比较冷门的状况 我觉得涅蓝最近为什么会火呢 其实也没有火吧 是因为现在这个橄榄棵下面的 这个墨药鼠和乳香鼠 最近在国内快更植物 玩家中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了 而涅蓝鼠的一直是没有险山露水的 涅蓝鼠下面有一百多种植物 绝大部分都带有强烈的香味 不光是有树脂的香味 植物本身在扰动的情况下 透过叶片也会向空气中释放芬芳的物质 这对于这个玩家来说也是一种吸引力 这就是为什么雨夜涅蓝这种物种 目前越来越受人欢迎的原因 据说像雨夜涅蓝还有这个长叶雨夜涅蓝 是橄榄中香味最浓郁的 它的香味让我想起了酸酸甜甜的羊梅籽 有人觉得它的香味像是一种复合的香水 让人非常的舒服 它是一种非常耐修解释和原意 盆景造景的这样一个植物 如果有喜欢的话可以去收集一下 好了那今天咱们节目就到这里吧 如果你喜欢小新节目 欢迎一键三联 本节目由小新所有店铺赞助播出 目前雨夜涅蓝小店有兽 那我们下期见 再见